在加拿大有第一民族之称的印第安人 在19世纪晚期因为政府大举设置印第安技术学校 许多印第安儿童被送往技术学校学习英文、英语 融入基督教文化 并无法使用母语和接触传统文化 直到1996最后一所技术学校才关闭 百年以来技术学校的政策至少影响了15万名儿童与家庭 若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分析 何者是正确的 其实题目第一行这个印第安人就不是很好的说法 对不对 这是当时哥伦布搞错 他以为他发现了那个什么东西 美洲大陆或者是那个西印度群岛 加勒比海上面的岛屿是印度 他整个搞错了 其实不是 但是就是将错就错 那你要怎么称呼他 你可以称呼他叫美洲原住民吗 你叫印第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会叫印第安人这样 好 他说A 为了促使印第安儿童融入社会将其送往技术学校 属于文化平等 这是平等吗 你这个是平等吗 那平等就不要去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送他去 就是因为你歧视他 再来B 有吗 你都告诉你这有差 是我族中心主义吧 你自以为是啊 对不对 哪有什么差异 人是平等的 怎么会有什么 就是印第安人跟白人是平等的 怎么会有差异呢 对不对 好 再来C 印第安儿童学会英语可提高社会地位和薪资水准 是哦 你确定 有这么好哦 你强迫他学英文然后给他加薪哦 不是这样子的吧 再来租 这信源跟题目无关啊 租 19世纪晚期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抱持的态度 是差异 就是缺陷 对 你倒回去看 不可以使用母语 你就是给我学英文 给我信奉基督教 因为呢 你有缺陷 哇 真狠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题目是在讲什么 加拿大早期是认为 差异就是缺陷 所以要把你送到技术学校 去学那个英文跟基督教 当然选猪